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不遗余力推广京剧 容相声 嘻哈等流行元素 意再开创一条京剧逆铃之路 传统京剧日渐示威 他毅然扛起谈派大气 习温恋舞 实至传承 我这一生愿做京剧的守护者和百度人 因为我是百度人 北京天桥剧场正上演一出京剧传统剧目 隐军山 杨平关 讲的是老黄中主动请阴 书战得胜的故事 正是中国最早的京剧流派之一 谭派的看家戏 一百多年前 谭家元素谭新培畅想此剧 可谓万人空想 此后谭小培 谭福音 谭元寿 谭孝增 因相继饰演黄中而风靡巨谱 而今站在舞台上的 是这个黎元第一世家第七代迪传 谭正言 谭派戏主修文武老生 谭正言在戏中分尸两角 黄中和赵宇 身要穿靠 头要在盔 脚着厚底靴子 手持长顶武器 戏迷们都说 看超过你爸 超过你爷爷 超过你 族贝们起的期限太高了 你是京剧的未来 你是谭家的后人 你要扛起谭家的大旗 你是如何 老公灌出这个 所以我特小就觉得 我就是为京剧而生的 出身京剧世家 谭正言获得了与生俱来的光环 也同时当负了更高的期许 谭正言于1991年 考入北京戏校 老师们不敢教 不敢打 因此爷爷谭元寿 亲自带他去戏校拜访 并说明绝不在家 才想造 只要不听话你就打他 所以这个 受我爷爷所托 我在西校也没少碍打 一米八五的身高 本是优越的外貌条件 却很难保持工价稳重 也会造成发音的困难 这给谭正言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然而凭着一股狠劲 谭正言发奋苦练 弥补了先天的不足 在西校期间 其他同学早上六点起床出早工 他四点半就开始练私工 同学们的晚餐时间 他也在抓紧时间练习 往往一练 就到了晚上的九十点钟 一边舞一边唱 然后打 一边舞一边唱 打 完了各种技巧摔 从桌子上跳下来跳岔 等等这些技巧 因为我姓谭 从小时候有这种责任心 2001年 谭正言大学毕业后 进入北京京剧院工作 这时他才得到祖父和父亲的正式说戏 点睛 走上舞台的他感到无比的压力 他既要对得起京剧野员的职业 更要对得起这个谭 我母亲对我要求特别严 只要唱得不好 就是各种的骂 是不是没掉档呢 不用工啊等等 你就不是我儿子 你就不应该姓谭 等等这种话吧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 我父母一屈后台 这时候我造成一种 无形的心理阴影 遇待王冠必成其中 2005年 谭正言获得了CGTV 京剧青年演员电视大赛 老生组金奖 但是随之而来的 却是外界对于黑幕的质疑 这给只有20多岁的谭正言 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在大赛之后 网上开始有各种攻击我的 所以那阵我就有点崩溃了 辞职信跟辞职信都写好了 就是爱谁谁吧 我出家当活去了 但是写完第二天 就被我亲戚人发现 就交过父母那去了 等于没有行程 后来在我父母说教我的同时 我就已经后悔了 在质疑声中 谭正言也收获了一批粉丝 他们逢场地道 成为他的后援团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对京剧的坚守 在出身之外 有了新的力 在2006年以前 我说我一直在坚守 因为这个坛作 但是从2006年往后 我跟他们说 以前我还没坛作 现在是为了你 我说干嘛呢 就为了谭字 我说你出这么多汗 确实有过这个好思 一上台 观众一给掌声 全忘了 那时候最幸福 宝剑风从魔力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如今谭正言用付出和努力 消弭了质疑 还唱起了文戏 获得了更多的掌声和肯定 学习流派并不是模仿一个人 你可以初期的时候是模仿 但是你当后期 你必须要根据自己的条件 你要画 所以谭派可能 最大的难点就是文武兼卑 随着时代的发展 欣赏京剧的人正在慢慢流逝 为了吸引更多人来观看 谭正言开设了自己的京剧创新之路 他广泛跨界 融入相声 嘻哈等多种元素 演艺京剧版忐忑 若把京剧带上绝而来了 我要上春晚的舞台 他在综艺节目中 广收杨玉玲 林贤奇等多位明星弟子 立志于塑造京剧的代言人和新偶像 老总统那种艰辛创造出来的这个谈派 绝对不能舍在我这儿 哪怕我的曲纤振兴 让更多的人流言蜚语 甚至有一天我可能会品无完俗 但是京剧还在那儿 古早老戏我们一样还会在京剧的剧场上会演 他不会伤一丝一毫 陈 陈 时 过来 这书这个硝烟药吧 他那浑身就发 没劲 他去心脏都说过了 他一样不是买的 等着吃饭 就在《定金山》演出之前 谭正言突发重感冒 这种戏《大于天》乃谭门传统 谭正言也不例外 家医院书也归来 他便早早来到剧场准备 演的戏打了点击上了医院 接着读院 就这种事情很多 虽然他生在了谭间 但是他没有想到谭间那种优惑的待遇 一入戏门二十九仔 荣耀与伤痛相伴耳生 他肋骨后边的软肋 手腕 脚腕 半月板都曾受过伤 然而每当过门声响起 大幕拉开 他便又是那个 飞风淋漓的火照鱼 在我往台上迈出第一步的时候 台下观众热烈地让他掌声 而且还要叫好声 其实我信息特别明白 那个好声和掌声不是给我的 是给这个谭字的 我作为青年一代嘛 吸引更多的人来从一转发戏 起到一个传帮带的作用吧 我这一生愿做青年的守护者和百度人 因为我行贪 但是您气得他会不会更紧张 原来我们京剧拉开台脸几乎 他也全是白头 现在一拉开台脸 既有保留了老的观众 有白头又进了一大批黑头